OK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我是小安 那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在好几周 那个力量训练以来 就是我的深蹲 从去年的11月 我深蹲大概是160公斤 到了最近 那个时候深蹲160公斤的时候 其实我150公斤只能坐三下 但是一直到今天 我去测我的深蹲的时候 我的150公斤已经可以蹲到无下了 那中间的确过了半年的时间 已经是有点长 那其实一直以来我的训练都 都一直在一个卡关的里面 就是我不是过量训练 就是这个训练就是没有针对我的弱点 针对我的问题 所以很多时候其实 我教练说 我练的东西真的是很杂 就是说什么东西都拿一点 增强势拿一点 举重拿一点 然后力量训练也拿一点 那这样其实都混合在一起 这种奇怪的组合 反而让我 就是进步变得缓慢 而且 而且就是有时候根本就没有在进步 甚至还有受伤的风险 然后常常在一个无效训练的里面 所以一直以来我就是 卡住了 就是在去年 虽然ERM破到160 但是我就是卡住了 我就是觉得 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呢 我不久之后 我就看到了一本书 这本书叫做 杠铃处方 它就是一个 两个老妹写的 他们写的内容 大概就是针对 老年人的运动 那个训练 来做一些规划 那我觉得它里面提供了一个 叫做德州模式 那我就用了大概八周的时间 来跑这个德州模式 我真的觉得 这个德州模式应该是我 目前用过里面 就是所有的课表里面 就是真的是很有效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想要来跟 大家分享德州模式这个东西 那他第一点就讲到 德州模式其实是 非常的地狱的 他用了一句话 他说曾经有一个人叫David 他说 你们都可能会下地狱 而我会去德州 好这句话 他的意思好像就带有一种威胁性 就是说 如果你想下地狱的话 就一定要试看看这种课表 那时候 那时候我在IG上就是有说 我打算来跑德州模式的时候 我的教练就在下面留言 他就说我跑过这种课表 他对神经的那种消耗 这种耗损性其实是相当高的 那其实是对他来说是非常的不舒服的 那我是一个上班族 而且我很常晚睡 日夜颠倒 然后其实如果我要跑这种课表的话 其实也真的是相当吃力不讨好的 而且我三餐也没有正常吃 然后我体重还一直在掉 我现在我原本那个去年 去年八月的时候 大概76 77公斤 现在4月 2021年4月 我已经只剩下71公斤了 就是真的是没有好好吃饭 所以当时我在过年前的大概一周 就是大概2月份的时候 我决定开始来跑这个课表 我对这个课表进行了一些研究 那一直到现在 我当时我的深蹲只能用大概130公斤 练个五下三足 就差不多了 命就快去了 可是一直到现在 我竟然就是可以用大概142公斤 或140公斤练五下五足 所以其实其实是一个 是一个有在进步的东西 而且这个课表其实 它虽然严格 虽然就是很超 但是它还是有它的效果在 所以今天我想花一点时间 介绍一下这个课表 这个课表 基本上很简单 它就是由三种东西来构成的 这三种东西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高亮 高亮日 就是它把一周的其中一天 归类成高亮日 在高亮日里面 你大概是用你的ERM的80% 来做深蹲 深蹲卧推 然后还有硬矩 然后都是做5x5 除了硬矩之外 因为硬矩它觉得说 你久久拉一次 人类最原始的力量 所以一定会很快就进步了 所以你不需要拉到那么多下 你就拉个5下就好了 就拉个5下一组这样就够了 所以它只有深蹲和卧推 就是用大概80%或81% 来进行那种5x5的高亮训练 那个量真的是很大 你自己想想看 假设你的80%是100 假设是100公斤好了 你要蹲5x5 诶 你那个 你那一天就已经用了2500公斤 就蹲了2500公斤 其实是蛮消耗的 所以呢 假设你一周 你礼拜一 你就是用高亮日 那你接下来呢 他们相信 他们根据一个图表 叫做什么 疲劳曲线 疲劳修复适应曲线的这个图表 来规划 用这个逻辑来规划 就是说当你 当你给你身体一个刺激好 就是高亮日给它刺激的时候 你接下来呢 你的身体 你的身体会有一个生物性的一个 适应 那你的ERM一定会先掉 那 到了礼拜三的时候 可能你就已经达到了一个恢复的效果 所以呢 你要开始用一个比较轻的重量 例如说75% 来进行深蹲 来进行深蹲 或者是应举 那它那一天叫做恢复日 或者是叫补偿日 就在那一天里面 你大概用75% 来做一个很低 用很低的训练量 来做这个训练 来达到就是说 你恢复了 然后你开始来慢慢的去 在这个刺激之后 给自己一个修复身体 有一个舒服 修复的一个过程 好 所以它称这个叫恢复日 那那天的课表大概会是什么呢 就是假设你礼拜一高亮日 礼拜三呢 你就是用75% 好 像我75%大概是120到150 120到125 然后大概蹲个五下两组 就蹲个十下就好 然后呢 再进行肩推 哦那肩推呢 它就是要用你 用 它肩推就是独立出来练的啦 就是说 它握推就不会放在这边 就是让你练一个轻量的握推 没有 它叫你练肩推 那个肩推呢 就是用大概80%的力气 80%的ERM 来练 像我大概是50公斤 那我就会用50公斤来练五下三组 好 那练完了之后呢 你的身体就是 哎 就觉得很舒服啊 因为 你给自己 礼拜一给自己四肢 礼拜三给自己一个 这样的一个补偿和恢复 那到了礼拜 五的时候呢 它就会 就是所谓的恶名招账的强度 就是 你要开始去适应 一个全新的强度 通常会用90% 你知道吗 我德州课表队 还跑第一周的时候 就直接掰掉 就是因为我90% 大概是145公斤 我第一周 第二周 第三周 对不对 那145公斤 蹲得跟屎一样 有过 那姿势全部变形 然后甚至是 蹲到第四下 再蹲不起来 第五下了 所以 它那个适应 其实是非常的 非常的痛苦的 就是用90%在蹲 然后我 我45公斤 蹲了大概五周吧 才慢慢的开始有一个突破 和一个起射 我记得我当时啊 我蹲145公斤的时候 那个整个膝盖内夹 然后呢 整个蹲完是很不舒服的 然后握推也是 我握推也是 就是一公斤一公斤的 再慢慢的去适应 好 那在适应日的时候 其实就是要用90%的力气 的ERM来蹲 和来握推 所以呢 如果你仔细看一下 德州模式的课表 它很有趣 它的一三五 都是 礼拜一就是深蹲 握推硬举 那礼拜三呢 就是深蹲和肩推 那礼拜五呢 就是深蹲 握推 然后就没了 你的硬举一周练一次就好 那 它之所以会这样规划 我觉得是有它的一个逻辑在 那 基本上 这就是一个德州模式 德州课表 一个最基本的 原型 那我就是按照这个原型下去 进行训练的 那 我就是分享一下 就是我的整个训练的过程 我第一周的时候 哦 真的是有够超的 很想死 然后练得非常痛苦 到第二周的时候 刚好是接过年 呃 就比较好了一点 但是因为 有开始慢慢去适应 但是因为在过年的时候啊 就是 你知道我在健身工厂嘛 他那 我回鹿港 然后呢 我就是陪我弟啊 去跑一些健身房 然后就是例如台中的健身房啊 就想说去玩啊 去弄看看 就不想玩一玩 又玩过头了 我就 你知道你知道 你知道我就是 我自己也很爱练一些 举重的项目 像是抓局啊 或是 不管是抓局 或是停举 哦 我自己就很爱练 然后还练了一些 这方面的一些辅助训练 而导致就是 我 我的疲劳过度 所以在过年段的期间里面 我得多模式的第二周 我 简直是把自己弄到过度训练 就是我一三五正常跑德州模式 可是我的二四六在干嘛 你知道吗 我的二四六竟然都是在 脸抓局啊 停局啊 上停啊 所以就是一个很 就是很没有智慧的一个安排 所以我那一周的适应日 整个就是完全适应不良 所以我 我到了德州模式的第三周 我完全就是降下了 原本的重量 那德州模式 它是一个礼拜 可以增加两公斤到三公斤 就例如说 你深蹲是从 我原本是从 第一周是从128开始蹲 那到了第二周的时候 要蹲五乘五嘛 我就是从 我的高量日就是从 129开始蹲 到了第三周 我才开始用130公斤 所以其实 其实五乘五这个东西 真的是蛮累的 那不只是高量 而且还要蹲 到了第五天 你还要蹲到一个 强度90%以上的强度 其实那个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累 总之啊 更随于在第三周 我第三周的时候 不小心出了车祸 因为我在过年 就是过年后 回到台北之后 我就骑车 想要去台北玩 结果没想到呢 就在我准备去健身房的时候 就一台救護车突然冲出来 那刚好在一个转弯的里面 我必须要让它 我就直接累残了 那天真的是很痛苦 那脚非常的痛 然后我几乎是鞋子根本也没办法穿 但是呢 我还是忍痛 就是把 大概130公斤 就第三周的深蹲 还有握推 大概应该是72公斤 就把它弄完 然后再加硬举 我就觉得我的命去了半条 而且我跟你讲 最惨是什么你知道吗 最惨是我练完这个高亮智之后 我的隔天还要下台中去出差 因为我要刚好带一群大专生出游 然后那个出游其实 本质上 本质上并不是出游 而是去吵架的 就是去协调 就是我就去当那种协调委员 你知道吗 处理人和人之间 所有的矛盾啊 那这 这其实也是不太容易的 然后呢 因为出游 我们在台中 我就是没有 没有租机车 我就是一搏一搏 走来走去 而且天气又冷 所以 那一周简直就是恢复的 不是 不是很理想 但是 感谢神就是 我那周还是成功的 把课表练完了 但是我那天的适应日 适应日 好像还是掰掉了 所以我其实 德州模式有 有将近三到五周的时间 那个适应 第五天的那个适应日 就礼拜五的适应日 基本上都是全部都是掰掉的 那 一直到第六周 我才真正的开始 去适应这个课表 我到了第六周 才开始有一些 真正的进步 那 如果你想要看这些数据的话 我可以传给你 你知道我从礼拜 从第一周开始 我的 我的深蹲的确是 一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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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去的 那一直到了 现在我是在第八周 我今天刚蹲完 第八周的适应日 我刚还用150公斤 蹲了五下 那 这其实中间 我145公斤 卡了真的是 非常的久 一段时间 所以这个课表 我觉得 我就发现一个事情 就是人的进步 好像似乎 没有那么线性 好像 它的进步 是用一个区间 来进行的 好 那 所以呢 我觉得 当我们在使用这个课表的时候 的确有时候 是一公斤一公斤加 但是我发现到 在第六周 第七周的时候 我就发现 我的进步是 两公斤 两公斤 或是三公斤的 再往上加 所以 其实 我觉得 这个进步的幅度 算是蛮快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第六周 第七周 第八周 特别是五到 七周 我累积了很大量的疲劳 因为可能在第五周 觉得自己也稍微有点 突破的时候 我就加入了大量的抓局 停局 还有上驳的一些 一些动作 一些修正动作 在这个里面 而造成了不必要的疲劳的累积 所以后来的表现 的确是有达到水准 但是 就换来一个 不太好平直的生活 就是这个训练原本是为了生活 但是现在 搞到我的生活疲累到 就是说好像 都是为了要 撑过下一个 撑过这一个训练 那我就觉得是有点 本末导致 所以我 我其实也现在在思考 要怎么去 微调我的举重的项目 和德州模式的这个课表 可以融合在一起 那因为我自己很爱练举重 所以我在大概第六周的时候 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这个办法就是说 好 那既然 我就是第一天跑高粱日 就是德州课表高粱日 那我第二天呢 我就跑个 动作修正日好了 就例如说 我就针对我的抓举 的一些很弱的地方 就例如说下蹲接杠 这个很弱的项目 我就用很轻的重量 然后就做个 大概五下十足之类的 然后把这个技术练手 然后到了隔天呢 我再去练补偿日 那这样的疲劳 就不会累积那么多 然后还可以提升 我再举重的一些技巧 所以 然后 所以我现在就是有一个规划 就是 我会在我的课表里面 原本的既有的德州课表里面 加入了几个元素 那 特别在第七周的时候 我加入几个元素 就是第一个 动作修正日 因为我一个 然后呢 再来就是动作控制日 那修正日和控制日 有什么不一样呢 修正日是为了修正技术 所以呢 修正一些动作 或是不够好的肌群 或是不够好的动作 所以呢 它的要点是要 很动作 动作正确 然后用很轻的重量 那动作控制日呢 是为了要达到就是 适应的效果 所以呢 重量会再重一点 就是要让它重 然后呢 确保你的身体不会有变形 或是 或是有一些奇怪的一些 知识代偿 所以我的修正日和控制日 是区隔开的 然后呢 我加入第三个元素 叫做转换日 那转换日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可能会 针对 例如说 大家都看过速度力量曲线嘛 就是 如果你的 如果你的力量 力量 比较 需要用到比较大的 那个重量的 那通常你的速度会慢 那通常如果你要移动自身重量 那其实你的 你的速度就可以比较快 那我就是 练 这个速度力量曲线的两个极端 那我就是 例如说 我先练深蹲 150公斤 然后一蹲完就立刻做 那个深蹲跳 然后呢 就是跳跳箱啦 然后呢 就是来达到一个做转换 力量可以转换成爆发力的一个 一个训练 那为什么我会把 就是在德州课表里面去 筛入 筛到 筛入这三个元素呢 因为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说 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其实最大激励啊 激励要提升的 的重点 其实关键是在于 稳定性 动作稳定 而不是在于说 你的 训练课表 安排的精不精彩 所以我就一直在加强 我的动作控制 这个部分 所以呢 我为了想要去提高 我的最大激励里面 我的动作是用一个正确的方式 所以我会要在动作修正里面 要求 例如说我深蹲 硬举握腿 都要在一个 很轻的重量里面 去做正确的姿势 然后做到整个肌肉有一个 共识 有个记忆 那在动作控制日里面 我就会用稍微重一点的重量 来让我的身体去适应这个动作 适应我修正后的动作 那到了转换日呢 就是可以将这个东西 转换成我平常就可以用的东西 例如跑啊 例如跳啊 就把它弄成我平常可以用的东西 那我觉得没有转换日的话 就是你练了很大的 你有很大的力量 但是你却不懂得把它用在你的生活里面 其实就蛮可惜的啦 那我看一些运动员也是会做一些 所谓的专项转化嘛 对不对 转换 就例如说他最大记忆力都做到了 那他就会去转换成他喜欢的动作 他在专项里面会用到的动作 所以呢 我觉得 我看完《杠零处方》这本书 特别是德州课表 德州模式这个部分 我自己就是有一个蛮多的一个进步 那我觉得 这个课表真的是很地狱 但是 如果想要尝试的话 我觉得第一个 我有给一些建议 第一个建议就是 建议你的生活要可以稳定下来 那我自己 我自己的生活就是没有稳定嘛 那刚好又是快要结婚 所以就跑的 课表就跑得真的是 有一些疲劳的累积 然后就看中医的时候医生就跟我说你的头发变很白啊 就是因为你的疲劳累积的真的是太多了 虽然这个课表有顺利的跑下去 但是也累积了不少疲劳 所以跑这个课表 就是需要稳定的生活啦 那第二个呢 就是很重要的就是 你不要想要在这个课表里面 随便的去增添一些其他的训练 例如说有氧啊 例如说 像我弄的 过去弄的一些很重的举重的项目啊 想要在中间里面去测举重的 去测抓举的ERM啊 测那个上庭的ERM啊 那这个最后都会毁掉我后来 前面所努力的心血 所以呢 建议不要在这个课表里面去增加 其他有的没有的东西 所以呢 我的分享就到这个地方 那我觉得说 如果你想试试看看这个课表 会建议你先有一个生活的稳定 然后并且 你这个课表可以干净一点 就是很单纯的去跑这个东西 那未来如果你真的是有 觉得说这个课表 你适应的差不多了 那你再试试看看 去加一些其他的东西 好 那今天就分享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晚安